好,觀眾朋友大家午安好,我是小寶 來,我們現在盤中時間大概11點半過後 我們看到今天的盤式其實還是算是蠻亮眼的 那比較大的遺憾是在於說 預估量能其實今天只有五百多億喔 其實這符合我們之前所提到的很大的重點 我就說量一直都七八百億是供不過去的 那如果沒辦法到九百一千億 要就直接縮下來自息量五百億元左右 我認為這是一個標準的一個我們的預估整個模式 但我覺得說針對這樣的盤式量不夠 所以指數區間大概就如同我們大概這樣的規劃 但是這個時候很明顯的個股選擇就很重要了 那我們先看一下以今天這樣的盤式來講的話 我倒認為說從當初結算台股破區間的時候 還記得小寶說什麼嗎 小寶提到一個最重要就是說指數結算前 先做壓盤 指數結算後呢 多方要做一個報復性的一個反彈 所以相對來講今天是第二天做反彈的動作 那我們要看一下今天比較強勢的個股 還有今天比較引導盤面的 當然第一檔應該就是我們最常提到的416字琴 持續往上攻做一個漲聽 而且甚至基本上來講的話 過去小寶已經提很久了 那這裡持續做波段新高 我們要說新要開發龍頭廠商要觀察觀察誰 就是416字琴 為什麼會有這麼這個 為什麼要拿它來當一個觀察指標 很重要的一個特點 來小寶因為上禮拜五時間不夠 所以我這裡有幫 當然這是我們盤後的時候 再會跟大家做報告 那包括我們有做一些生計個股 怎麼樣去找 然後怎麼樣來做 當時你看我們當時找的 包括智勤、台威體、唐蓮、基亞 那相對來講的話 以時間來講的話 這一個月時間就是都會發酵這些股票 當然這個我們盤後比較多時間的時候來講 小寶已經把資料都做好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智勤 基本上它往上拉台的時候 投資朋友要留意的我們常講嘛 那接下來4152的台威體一定要留意 好不好這裡不會是高點 然後再來3176 也持續做復活來4168 這次我們一定要追蹤 只要看到龍頭帶出來 這個時候旁邊的小兵 開始就要往上攻 而且甚至漲幅要追上龍頭 所以基本上我會覺得說 有時候操作的邏輯就是這樣子的 有那個主帥啊 往上攻了之後 那開始旁邊會帶動 但是我們要觀察重點 觀察誰 當然是要觀察這個主帥 所以第一個 當然一定要觀察416的志勤 這小寶已經在前面的上禮拜 像上禮拜已經提醒過太多次了 好那我們就要看一下 基本上來講的話 這個盤後小寶會針對生技相關族群 因為畢竟來講的話 這是以前我從畢業之後 小寶醫學院跟商學院 兩個都畢業之後 第一個工作就是從生技產業研究員 開始做出發 所以相對來講的話 怎麼去評價公司 而且公司的未來 甚至說這些公司 我尤其這些新藥開發的 平常我最常跟他們就是做聯絡 來瞭解一些新藥開發的狀況 所以這些公司 老闆基本上我們都相當的熟悉 來我們再來看一下說 今天的盤勢其實不只說生技類股 因為它漲停就讓它漲了 我絕對不要投資朋友去追我們的股票 OK 再來我們應該來看說 還有什麼股票比較低檔的 來看一下今天盤面引領盤勢的 應該還要留意到 由面板類股相關的族群 我想不錯一次今天講吧 面板族群 小寶有跟大家提到的 有關群創的產能利用率 特殊尺寸的已經拉起來了 然後後來我們講完之後發生什麼事情 投信開始進來買了 因為今天有 我們不管是會員也好 投資朋友來問到小寶說 為什麼每次我們提到的一些個股 後面都會有投信 不然就外資進來買 很簡單 小寶是投信圈出身的 好不好 所以他在想什麼 我都相當知道 好那所以我們接下來 再看的重點 要跟上 群創 我想過去如果套牢在18、19塊的 投資朋友 應該從這裡開始 我就提醒說要買了 那現在還不晚 買一點點 如果說過去沒有做停損的 來 攤平一點點 這是沒關係的 手穩停損點就好了 那包括2409、尤達也都是一樣的 相對這都是引領今天盤勢 我認為說一些比較人氣族群 人氣指標 這都很重要 2409、尤達還有3481群創 這都是今天的一些人氣指標 所以相對來講的話 然後我們驅動來行就來35981粒 我們有提到了今天 上影線留長一點 尾盤有機會往上收 那這裡不會是高點 這個會往上做挑戰 所以不用多擔心 尤其在3638ML 這是我們過去的代表作 相對來講 它往上漲了 這是很好的 而且就如同我們提到的 當初提的第一天 後面為什麼投信會進來 後面為什麼外資會跟進來 因為這就是法人操作的一個最基本的邏輯 好來到這邊了 一樣我從這裡我就說 其實往上不用再追了 因為我認為說來35981粒 會是它的複製一樣的成功模式 所以投資朋友要留意說 這整個我們操作面的一個tempo 好不好 來這個禮拜還有比較大的重點 是來自於一個觸控相關的展覽 觸控面板相關的 所以剛剛我們為什麼會提到3481群創 2409、尤達的部分 那這個我認為說尾盤 這都是在大盤要往上收高 做攻堅 尤達群創 這都是很重要的一個指標 那今天還有比較大的重點是來自 我們剛剛提到說 像一個觸控面板相關的 所以3673 TPK 今天的走勢就會很重要了 這個我們應該提醒 當然這不能今天講 當然是要上禮拜講 當然是要在它破底的邊緣開始講 因為基本上我們看到的是現況 是實況 不是媒體的東西 我們看到的是它公司現在的訂單 它的產能利用率有多少 所以相對來講的話 我們要看到今天TPK 這應該尾盤收盤漲停 這個沒有太大的問題 再來看到TPK往上漲 來 36005 安可 要不要留意 當然要留意啊 這些都是底部的股票 好不好 底部的股票這個都會發酵的 來 甚至一個比較強悍的 來 像是3584 已經率先做突破了 界面 那這些都是我們很早就已經提到了 因為這種都叫做 複製一樣成功的模式 過去一定要在低檔的時候 先布局留意 往上突破的時候 做加碼的動作 往上做上去 那包含說像我們看到說 現在有界面來做突破的時候 要留意到的一個重點 這尾盤 這都很容易收上去 TPK往上來 2384勝華 今天一開始跳空 先留下一個多方缺口 瞬間出來了 那這都是底部的股票 可是相對來講的話 接TPK 接勝華的一些訂單 所以我認為說3615的安可也好 甚至說我們剛剛提到的界面 相對來講的話 這都是很低檔的股票 複製成功的模式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來最後針對說今天大盤 基本上我們看到現在 上漲30點 那一樣這是持續我們所提到 多方一個報復性反彈 第二天 第二個交易日 我認為說大盤 基本上來講的話 還是有機會持續做反彈 但是因為量能不足 所以應該還是在這空方壓力下 這裡來做震盪整理好不好 那未來來講的話 基本上量能今天來到自息量 搭配明天 後天這些量能萎縮 但是相對題材相當豐富 所以這個時候 當然我們不選市 但是選股 我認為說不管是族群性來講的話 還有我們提到這些重點族群 我認為都很重要 那最後等一下等盤後的時候 然後小寶會來跟投資朋友來做這些 基本上這些簡報 好不好 那留意說 剛剛我們看到說 事情 推薦了將近一個月了 網上漲了那麼多 相對來講 不要追高 小寶這最大的名言就是 不要大家去追高股票 因為我們了解公司的未來 我們是要未來法人幫我們抬轎 好不好 謝謝大家